也是有办法的 当我们攻击他时 他会被添加攻击者对应属性的弱点 他没有弱点 他的弱点就是开脱者 哦 所以垃圾桶是我们的好兄弟啊 确实 所以我们对好兄弟就要勇敢地击破他的弱点 这样他就会认可玩家的实力 留下一个帅气的背影 然后消散他退场 还是挺有区别的 如果用一个匹诺康尼的形容词来解释的话 金梦剧团长得非常的苏洛达 比如说田园泰山 原本是苏洛达汽水的运输工 失控后 喜欢向路过的宾客身上呲汽水 把苏洛达喷人一身 可以说是一个热爱分享的可爱小甜心 而原木先生原本是皮诺康尼的电视节目的群演 现在他依然可以随时切换两副面孔 一面攻击开脱者 而另一面则会为开脱者提供战斗的辅助 我帮人打我自己 这个精神状态的确堪忧 那抑郁迷阴的敌人们 是不是也跟情绪有关 没错 梦境中除了美好的期待 还会有一些潜意识深处更深的认知和意向 让大量的情感在异域中堆积 就会产生有形的实体 它们会幻化成一种存在于异域之中的生命 也就是异域民音 因为皮诺康尼的梦境本身也是一种微作异域 所以异域民音也会出现在其中 相比金梦剧团 它们的外观会更加抽象 而因为异域民音源于人的潜意识 所以外观上面也会残留着一些人性的元素 比方说其中的视线无处不在 它就源于视与看这两种概念 其实会贯穿我每个人的一身 再比如我心之力破碎 体现的是坚硬的躯壳下往往是脆弱不堪的心灵 而其中最特别的情绪就当属这一位 核武朝向死亡了 核武朝向死亡游荡在皮诺康尼 是玩家能见到的最强大的异域民音 在战斗中能对角色造成致命伤害 受到致命伤害的角色会被困在永眠木节中 开拓者需要消灭永眠木节救出队友 一旦我方所有角色都被困在了永眠木节中 就会视为战斗失败 核武朝向死亡 反正不是他死就是我王呗 死亡是人类无法回避的一体 也是我们人类心中最深的恐惧 所以我们也是想通过美术表现围绕死亡的概念 做出充足的压迫感 比方说他身上有很多张长得像眼睛一样的花纹 大伟哥你看见这些花纹第一感觉是什么 有种被盯着看的感觉有点肾的慌 和人类不同 核武朝向死亡有很多只眼睛 而且随着战斗的进程的推进 这些眼睛还会逐渐变成血红色 当他的三对眼睛都变成血红色的时候 就获得了能直接对角色造成致命伤害的能力 那些人类似的 不动不动不动 那